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摩琴导师 这一课给大家说一下盲僧的开眼路线以及抓人技巧 首先呢,我们先说第一个点 开极于刷野路线 一级呢,点W 当然如果要打一级团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一级点Q技能 然后呢,不管在哪边最好都是红开 红开,然后首先呢,是下野去红开路线 下野去红开路线 红开是因为就是我们红开之后 我们刷到上面的话,上路好抓 可以通过这个上路这个三角草丛绕后来抓 很容易拿到敌方的石头怪 F6等高额的经验的野怪 这是下路红开的好处 红刷完后 然后如果就是比如说一级 我们把下路红刷完了 中下的话发生火拼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赶去支援 比如说敌方在三角草 敌方下路在三角草那里等我们家下路 那我们红刷完应该第一时间帮助下路 或者是中路两个人一级就在对拼 那我们红刷完也应该直接过去帮忙 也很容易拿到一血 然后帮队友建立优势等 然后呢就是红刷完后 拿下蓝buff 流程界收河线 掌握我们第一节课说的视野 河道线视野 掌握河道视野 然后呢在中上找机会 线上优势的话 我们可以反蹲 或者是去敌方野区 先刷石头怪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上路 通常情况下都是上路 上路的话 他是优势 他压线比较靠前 这种情况下敌方打野看到 我们家上路压线的话 他通常都会过来先抓我们家上路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 红刷完之后直接拿蓝 然后拿到河蟹 对吧 我们是双buff开局 然后还拿了河蟹 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去蹲的话 很容易蹲到敌方打野 因为敌方打野的话 可能是刷上来的 我们反蹲的话会成功率会很高 但是如果就是对面没有来 那这种情况下上路没有机会 那我们可以先去刷一个敌方的石头怪 刷个敌方的石头怪 因为就是我们瞎子这种猿熊 他Q可以直接位移到石头怪那里 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我们刷石头的时候 刷石头的时候 如果就是上路有机会了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帮忙 打敌方石头怪的时候 打一个大的 然后留三个中等石头撤退即可 这样的话会刷得很快 而且的话会不让敌方的这个野怪刷新 会影响敌对手的这个等级发育 之后的话看线上有机会就抓 没有机会的话 就在刷自己的野区即可 线上如果都是军事啊 没有机会 刷刷自己的上野区 就比如说两边都是军事 人家都是满血 这种情况下 终上都没有机会 那就刷自己野区 那就不要轻易去敌方野区了 因为你轻易去敌方野区被那边看到的话 很容易被包抄 就很容易被包抄致死 刷的同时看线上有没有机会 就是你刷野的时候 线上有机会 应该第一时间去帮忙 没有机会则转站下野区 刷资源找机会抓中下 然后我们看素材 先说第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从下野区红开之后 我们刷上来之后 抓上路的话 从这个三角草过去 从这个三角草过去 很容易抓 然后这里有个问题 这里我们没有直接上 为什么要在这里等 大家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等呢 它其中有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是雅索当时在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出来 直接出来的话 队友没有技能 队友赶不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雅索在这个位置 我们如果就是这边有防御塔 我们走到这里的情况下 这个雅索就能看见我们 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看见我们之后 他会直接移到我们身上 然后位移 跑到最塔底下 我们也抓不死 第三个 就是卡士野 就是卡士野等队友的CD 基本上这种情况下 我们稍微等一下 对 等雅索把这个兵线给 把这个炮车给补掉 然后炮车补掉之后 兵就在这里 那么他会走得更靠前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抓 就更容易把它给抓死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都应该等一下 在这里算到 他把这个炮车吃了靠前以后 我们家队友CD也差不多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上来 但是他在这个位置 我们出来 他就算看到我们 他再跑也来不及了 然后这里 直接摸眼过来 摸到墙这里 这样的话 这个雅索想要移我们的话 他只能移到墙上 如果我们这样直接走过来 他会移到这边 那就抓不死了 黄索的输出也跟不上了 这里他移到墙上 然后我们接Q 预判他一个闪现 然后把他杀掉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蹲人的时候 机会不是很好 蹲应该先蹲一下 像这里 你直接出来的话 黄索记根本跟不上输出 而且的话牙索也很容易跑 而且牙索身上还有风 这个是第四个原因 为什么说牙索有风呢 有风就不能抓了 人家有控制啊 你抓的时候 人家一个风把你击飞了 你可能打不住伤害 抓不死他 然后第二个 这个呢 是就是说 这个同样是 我们是下路红开 红开完了之后来抓上 两边火拼起来 这种情况下 就先不要打河蟹了 没有吧 现在野怪放在那里 他跑不掉 他是 你抓完人之后 就是你回来还可以刷 但是机会可能就那么一瞬间 就那么几秒钟 我们就应该有机会 就应该第一时间过来 先抓住机会干渴 然后再回去杀野怪 然后这里两边打起来 肯定是最好的机会 直接过来 给队友打不留 这种情况下 这个锯模建模 出来 我们直接挂Q Q完之后 再A 然后再Q过去 电型 把它收掉 收掉之后 养成一个习惯 帮队友推线 像这个诺手 如果你不帮他推线 这一大波兵 还有炮车的话 他一个人推要推很久 这样的话 可能建 就不是可能 而是肯定的 等建模上线了 等建模上线了 这个诺手都推不完 那么之后 他贪兵 还想要收兵的话 他会 甚至会被 再被建模杀掉 又或者是说 他甚至是回不去家了 他 他不回家的话 他推线就反而又处于劣势了 那我们是不是白帮一波了 对吧 所以说 帮推线 是很重要的 而且的话 你还有一个 就是你当时不帮他推线的话 对面建模 要是把线控住 那么 我们的 弱手 也会亏很多兵 这样的话 也是白帮一波 所以说 说最好 最好的办法是 帮队把线推过去 让敌方的防御塔 撤掉很多 这个兵线 这样的话 这个建模才会 很伤 才会炸掉 然后完了之后 再去刷这个核线 再去刷自己的野怪 这里刷 刷野什么的 我们就快进一下 然后这里再说一下 刷完之后 看线上有没有机会 中了有机会 我们就过来抓一下 敌方 所以是压线的 我们这里打算绕后 当然这里碰到敌方的大虫子了 被大虫子 被敌方的打野发现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那我们撤退即可 没机会撤退 回来刷自己野怪 这一野刷完之后 因为敌方的建模之前 教过挺多技能 教过挺多技能 比如说闪现等等 像这种 我们就是把附近野怪 刷完之后 敌方就是基本上 他没有技能 他并且他还压线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来 抓一波 这种没有技能的话 你只要就是 能绕后或者能近身 都很容易把它杀掉 只要他不是马上 就是在这个防御塔里 然后这一波的话 继续帮队友推现 推完之后 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啊没有技能 这个大虫子等一个Q 预判一个Q 这里Q到了 那杀掉了 OK 冰线多的话 也可以吃一些肚层 然后下一个 前期月塔 前期月塔这里说一下 不是说就是队友压线 就彻底没有机会抓了 敌方状态就要差 血量就要低的话 我们是完全可以帮队队队队队队队的 但是队队队的基本原则啊 就是说啊 我们有讲其他打野的时候就说过 输出不扛塔 扛塔不输出 就是说 你前期月塔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打输出 那你一定不能扛塔 你可能就放两个技能 你就得 在 你就得撤出来 你不撤出来 你肯定会被塔打死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没有扛塔的情况下 队友扛塔 你肯定可以 要尽量多打一些输出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 就比如说这个石头 我们Q到之后 上去放两个技能 但是我们这里 在扛塔 那么 就不要想着怎么样把人杀死 应该想着自己怎么样不死 上去打一套马上摸眼出来 石头这里没有Q 那我们等一下技能CD 或者是剩下的交给队友来打 就可以了 就是说 一定不是要 就是一直在扛塔 还非要想要把那个人杀掉 上去打一套 骗对手一下技能 剩下的交给没有扛塔的队友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队友在扛塔 那你肯定是要一直追 往里面追 把对手给杀死 你不能就是 队友在扛塔 你还就 怕扛塔 这样的话输出打不够 反而很容易被人家反杀 然后第四个 我们再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狗头 像这里的话 我们家卢西安压线压得很靠前 对吧 卢西安压线压得很靠前 但是这种情况下 狗头的血量又偏高 那么我们没有机会抓这个狗头 那就应该来这里反蹲一下 看对面看敌方的打野来不来 敌方打野如果来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跟我们的优势的上路 卢西安 对吧 他是优势 那我们2v2肯定强 可以跟对面打野打一波 但是这里蹲了一会儿 敌方打野没过来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先刷一下对面的石头 刷对面这个石头怪啊 要看情况 如果线上有机会 我们把这个大大的打了直接就走 然后帮线上 但如果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话 就你附近也没有事情做 那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刷完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接下来有事情或者是 比如说这里有核心 你着急刷核心 那你打个大的直接走就行 然后把这个小 为什么当时把这个石头刷完了 是等卢西安推进来 我们打算越这个狗头的塔 因为这个狗头 他其实他前期最怕这种 就是现场太强势 被消耗的英雄 然后我们这里 直接一个Q 这里狗头闪现躲过了 但是卢西安在扛他 那么我们就追进去 追进去把这个人杀掉 就是下路红开 然后我们说一下 说一下上路红开 也就是说在蓝色房 上远区红开路线 上远区红开是因为之后 抓下路好抓 因为下路下路这边的话 下路这个三角草在下路 对 可以从这里绕后 这时敌方中下野区 视野较少 就是说 你上路红开之后 你下来就两三分钟的时候 敌方的中下 他们的视野其实都 要么没有做出去 要么就是 就是你比如说中路 他会插在上河道 理解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抓中路或者下路 都很好抓 视野较少 也因为可以吃到敌方的 石头怪和F6 这种高额经验 特别是像就比如说 青钢影啊 赵信 这个版本的强势的一些打野 又比如说挖掘机等等 他们这种英雄 红打打完之后 通常都不会刷石头和F6 因为刷这种 他们没有AOE伤害 刷的很伤 一般都会直接转战上野区 我们这种情况下刷下来 吃他的F6和石头 可以说是 探挡取物 也不怕被反 而且中下还好抓 这都是 这都是 对 好处是很大的 上红刷完之后啊 如果敌方上单是潘森 提莫奎英瑞兹 等 就是线上压人的英雄 欺负人强势的英雄 那么我们就是 一级把上路红打完之后 应该直接去抓上 帮上路 我们帮我们上路 缓解一波压力 然后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是 提莫尔潘森这种英雄 对面是个鳄鱼 那我一级 我这个潘森 是不是肯定往死了压 这个鳄鱼啊 然后 他肯定是压线比较靠前 有Q就要上去Q这个鳄鱼 然后 这个盲僧他突然二级 对吧 在你一级的时候 在你压他的时候 直接就是从 从上路草里摸过来 打你一套 这样的话 就算这个潘森没有被抓死 那么他也会被打掉很多血 甚至被压 然后我们家的 然后我们家 对面的这个鳄鱼 他多吃了一些经验 他等级高 他是不是之后就不会被压了 这样的话 我们帮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瞎子 你一级的时候 你二级的时候 你帮了就是这个队友的这个鳄鱼 那么之后 你可以省很多事 否则的话 你一直不帮这个 呃 对对 如果你一直不帮这个被压的队友 那么你之后再来的话 可能就是根本打不过他 甚至 你们两个人都会被人家刷傻 然后呢 上刷完 就是上红刷完后 没有特殊情况下 直接拿蓝buff 就是说 红刷完之后 呃 上路不用不用帮 两边都是军事 没有被压 那直接下来拿蓝buff 完后的话 呃 中下有好机会就抓 没有机会的话 就拿河蟹 或者是和敌方资源 刷敌方野区资源时 观察线上情况 从敌方野区抓线上 成功率会高出很多 然后刷自己的野区 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 我们是上路红开 但是呢 这里的话 敌方是一个 敌方是一个触手 呃 触手怪 这个叫海兽祭祀 对 敌方是个海兽祭祀 海兽祭祀 这个野匠 打阿卡丽是非常好打的 很容易压阿卡丽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选择就是在 他们一级的时候 就帮阿卡丽抓一波 和拿完之后 但是线上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那我们就先刷一个和线 这边的话 敌方抢了二 但是我们家阿卡丽也快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蹲一下 然后直接过来 帮队友抓一波 否则的话 如果你经常玩阿卡丽 你碰到这种海兽祭祀的话 真的很容易被压得挺惨的 因为这种野兽 手还长 近身爆发还高 然后之后它传送的话 像我们如果第一时间露面的话 这里又说到一个 一个东西 我们在上路露面了 敌方打野的话 他看到我们露面 他肯定会 就是拿我们家的 这个buff什么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就互换野区 就不要着急去下了 直接去对面野区 并且这里的话 敌方照姓 我们看啊 我们刷篮的时候 敌方照姓 在下路露面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 把他的上野区给清掉 上野区清掉 清的时候 如果线上有比较好的机会 我们继续帮线上 先抓住机会去干客 然后再回来刷野怪 这里敌方就算死一次 还是压着我们家队友 对吧 这个Q有点扣 扣脚 扣脚 然后呢 帮队友推线 但这里的话 没推 阿卡利不知道回不回去 可能是 想 有很多野怪 自己想要刷一下 然后把 把自己的 这种 我们再说一下啊 然后完了之后 把自己的上野区一刷 不要着急去另外一边野区 换野区就尽量把敌方野区的资源换完 但是这个三郎没有刷是因为当时上路比较机会比较好 呃我们不可能因为就是刷一组三郎而错失了抓死敌方 呃上单的这个好机会 所以这边装完之后就不过去了 因为你在过去的话 敌方照性他一直就是之后再也没有露过面 他很有可能回家出来了 呃那在三郎这里有人家遭遇到其实是不太好的 毕竟我们还没有出过装备 而且敌方是照性这种单挑比较强势的英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不如直接把这个石 石头怪和F6这种高额经验的野怪给吃掉就行了 嗯 就是说你不要太贪 没有吧 没有必要就呃 非要冒一下险 非要把敌方的三郎给刷完 我们一定要看情况 然后完了再刷F6刷F6中路有机会再去中路抓一波 然后下一个 这个就是上红开之后正常情况下 红开完了之后拿蓝 蓝完了之后 呃中山中下有机会抓中下 没有机会刷河蟹 刷完河蟹之后看中下有没有机会 有就抓 没有的话就来对面野区吃这种 呃F6和石头 这里的话 你有惩戒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 你先把大的打了 大的打了 然后打小的 往外边拉 不要一直在里边 不要一直在F6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错误的 但是呢 我们 不要就是站到这里 最好是边打边往外拉 因为你站到这里 所有所有野怪都可以马上打出输出在你身上 所以掉血会比较多 这里其实就掉的挺多的 但是其实是有惩戒 有有两瓶血所以的话当时没有在乎那么点 其实还是掉了将近半管血 呃之后还吃了一瓶药 然后这种情况下呃去反敌方野怪的时候给他留一两个小的 还有石头怪给他留一个小的三郎也留一个小的 这样的话他野怪不会刷等他就是比如说敌方打野在上野去待了很久 他到时候他下来 哎发现只有一两只小鸟和一个石头可以吃 那么他会很伤 他会很容易炸掉 这样也是我们就是经常这样做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压制敌方打野等级两到三级是很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这里找个机会抓一下中路 但是队友卖的话敌方结也不上钩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刷敌方的石头 像刚才那种应该蹲一下的 这里的话因为附近没有资源可以刷了 而且我们是想抓下的 所以这里的话就把他的石头怪给刷完了 因为之后的话下路线很有可能推出来 我们有机会可以抓一波 哎这边打起来了 我们这里哎约一下塔 这里哎交闪 一定不要不要舍不得闪现啊 如果你不闪的话下一发 呃防御塔攻击出来了 我们肯定是要死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呃刚才这个说的是什么 说的有一个是反野对吧 我们总结一下 反野 然后就是这里在中路蹲 在中路蹲是有必要的 因为敌方结这个位置是可以蹲一下的 呃但是呢需要就是两边打起来 但是这里的话结很猥琐一直没有上钩 所以说啊这种尝试性蹲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吧但是没有机会我们直接走就行了 这里的话没有机会 我们直接走 还有第二个就是下路 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情况 只有两种情况对吧 第一种是 呃对手被压 我们家线上是优势 这种情况下对手被压的话 我们在呃 就是上湖开之后来下路 就是天柴加火 天柴加火 天火加油 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突然说不过来了 然后呢 呃就是让敌方下路更惨 这样的话敌方下路很容易崩 这样的话我们家下路优势就很大 这个版本特别是9.4以后 刚更新以后 ad装备大加强 基本上我们家 如果如果你这个打野 你能帮下路就取得很大的优势 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就很好赢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 呃把敌方下路 很容易把敌方下路抓崩 然后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家下路被压 对吧 我们家下路很劣势 我们看一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家下路是个温 温这种英雄前期很容易被压 呃敌方是杰拉和这个女警 长手英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从上路红开抓下来之后 我们来抓下 呃可以就是 缓解一波我们家队友被压这种状况吧 这样的话 我们家下路就不容易崩了 呃而且还容易打出优势 那么下路优势 对吧 好赢 呃这里直接先易 呃别着急交Q 女警交闪呃 女警和杰拉都交闪了 但我们之后还有Q 之后随时勾中 呃 我们家温拿个人头 对吧 这个版本温拿个人头 那可是很恐怖的 前期 对吧 还有 这是一个 如果 就是我们想象后果 如果 你这个时候在上野区 就我们家队友被压的情况下 你在上野区 那么他之后还会被压很长一段时间 很惨 甚至是死掉 或者是被压很长时间丢很多兵 那么你之后再来 你可能就是帮他拿掉一两个头 那么他还是起不来 还是打不过对面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上红开之后 在他刚好被压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帮到他 那么之后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 这一个同样是说的这种东西 我们家露露和大嘴 被德莱文和这个 杰拉压了 那么如果你可能就是好久不帮他 那可能他就是 你在五分钟六分钟过来的时候 可能你们三个 甚至是四个人都不一定打得过人家 队友被压太惨的话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赶过来 我们看一下 啊 队友在他就是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帮到他 来把这个敌方的这个 人给抓掉 而且就是队友被压 我们也容易抓 我们也好抓人 然后帮队友把线推过去 然后再吃敌方的高额的 野怪的经验 一举多得 这个同样如此 我们再看一下 有些时候也有军事 像军事的话 这里有三角草 我们可以让队友卖一下 也好抓 可以说这几个版本基本上都是抓下的版本 你下路只要能打通了你就好赢 那有些同学就问上路不管了吗 我们之前说了吗 上路如果是那种敌方就是很压人 很欺负人的那种上单 那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帮 其实同样的道理 最后一个 这个说刚才其实是这两个是同一场 这两个是同一场 就是说我们之前抓过之后 敌方下路 特别是女警这种英雄 他没有技能了 那么他之后只要还敢压线 我们就继续过来 帮一条路 帮一条路怎么说呢 帮一条路 你要一帮就帮到底 不是说帮他一次两次就完全不管了 之后的话你不帮他 他可能会浪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敌方打也再过来 他很容易又送出去 所以我们就最好是帮他打通关 帮他把塔推掉 这样才行 这样的话敌方又要压 对吧 那我们再过来更好抓 他这里还有闪 但是不管用 好了 这个是两个开局的不一样 就是的好处吧 然后我们说第二个点 开局线上分析及注意事项 第一 我方中下前期比较弱的话 且没有控制 则要针对敌方上路 我们看一下素材 就比如说这里 这个是一个分析三路 第一个 我方前 我方中路是个结 对吧 结这种英雄前期很弱 也没有控制 对吧 他三期前可能有点爆发 但是 我们前期想要帮这种英雄 抓死 那真的是挺难的 对吧 我们这里看一下 结症 也许他没有分身 他根本很难打出输出 除非是两个人一级 一二级就开始火拼 对面残血 你可以靠伤害把人家堆死 但这种情况下 再看一下下路 下路是个陆路加卡扎 没什么控制 也很难抓死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如去帮 有控制 且前期作战能力较强的英雄 就比如说潘森 潘森他前期压 压这个武器 太正常不过了 那这种情况下 别看潘森把兵线推进去 敌人在塔下就没机会 我们是完全可以帮约塔的 但是帮约塔的话 一定要让队友先约 对队友先扛他 我们这个时候 对再输出 潘森他有格挡 他可以格挡防御塔的攻击 然后之后的话 其实中下还是没什么机会 而且我们家下路 特别是下路 前期作战能力较弱 那我们就把这个附近的野怪一吃 然后等潘森上线 等潘森上线 等武器把这个兵线推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抓这个武器 这样的话 其实就很连贯 明白吗 就是说 我们帮上路建立一下优势之后 让这个潘森去抓敌方的下路或者中路 我们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就是打开一条突破口了 这也的话 敌方把兵线推过去 然后我们在这里 再抓一下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没有露面 可能是回去了 不敢压 那么我们就再刷一下 把F6刷掉 刷掉之后 武器如果还出来的话 我们继续压 继续去抓它 但是没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继续刷吧 其实当时的话 还应该再上路蹲一会儿 不过如果武器 那个武器很小心 很谨慎 他把线推过去 他完全不露面 这种情况下 就不要一直去在那蹲了 影响自己发育 没有吧 然后第二个 敌方下路组合过于强势啊 可频繁针对 在下路打开缺口 其实跟之前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我们看一下 就相信有很多同学 都有这个同感 就是说下路只要一站 那么游戏就输了 下路太容易炸了 我经常会碰到 很多同学这样说 对 但是我们作为打野 我们要做到的 就是让对面下路炸 特别是这里 我们家下路是 维鲁斯和小法 敌方是锤石和德莱威 那么肯定会被压得很惨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第一时间过来帮忙 但是队友已经 没有任何作战能力了 但是我们这边过来捡了两个人头 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看完 这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然后之后 我们捡了两个人头之后 把核线拿掉 就是说在这种关键时候 我们分析一下啊 我们这里来下路之后 没有第一时间露面 这个大家刚才看到没 我这里顿了一下 其实就是第一时间出来 没有办法抓死对面 而且还容易被人家杀掉 没有吧 因为我们家队友是一级 没有丝毫作战能力 没有丝毫作战能力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等一下 等对面进塔的时候 我们再去捡这个人头 没有吧 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扛塔的时候 或者是要强杀我们队友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再出来 这个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 其实鼠标当时指的是这里 对吧 但是我当时不出来 所以我摁了一下S 在这里顿了一会儿 然后在他们上去 他们要杀我们队友的时候 其实如果德莱文不杀维鲁斯的话 我们就应该交闪跑了 我们就不能再上了 他们两回来杀我们也挺好杀的 但是这个就是出场时机 就决定了 他当时已经追上去了 他已经想好要约塔了的 他肯定是要扛塔的 然后之后的话 把核蟹一刷 核蟹一刷 但是下路这里好像又要被压 但是人家还没有露面 机会还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慢慢打这个石头 机会好了的话 打个大的直接过去就抓人 但是机会不太好 人家两个满血 对吧 不可能打得死 我们下路还比较弱 那就 这里的话 你可以把石头刷完 但是这里没有刷 因为想要等一下 等一个 等一个更好的机会 毕竟你在附近等 肯定是比在这里刷 肯定是附近更容易等到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先来的话 就抓到机会 刚好在德莱文他残血 被上点案的时候 找到机会 Q到他 然后打一下 这样抓德莱文两波 他们下路 想要再打过我们家下路 是不是很难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 就是从我们队友炸 变成对面炸了 对面下路炸了 这里的话 敌方龙龟过来 但是没有作用 敌方下路又是死了两次 然后我们把这些看完 然后把下野区资源再一刷 出来 出来之后 我们这里还指的是下路 对 所以说帮忙要帮到底 对 敌方一定都开始叫爸爸了 对 然后呢 我们这里继续等机会 继续等机会 附近的话 这里有视野 也怕河道有视野 所以我们先没有露面 在这里 跟敌方龙龟遭遇到了 像龙龟这种英雄 你不要跟他近战硬拼啊 这里是刚好在拐角处撞见了 然后卡牌过来 他肯定落地黄牌 那么我们直接摸一个眼 摸个眼 然后闪上去 我们家 家里要赶到了 那么直接Q到龙龟 这里他直接收掉了 然后卡牌没有蓝 那我们追一下他 追不死了 这里 但是下路又打起来了 可是敌方下路 已经打不过我们家下路了 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的话 没有去追那个德莱文 是因为就是他已经进塔了 他其实如果进塔的话 呃 我们就算能杀掉他 我们自己也很容易死掉 而且我们也没有闪现 所以我 所以你如果想要打得很稳的话 你就不要轻易就是犯险 没有吧 因为德莱文这种英雄 你如果让他捡到你的人头的话 被终结啊 或者是他这个英雄拿到人头 会给很多钱 那就不要就给他这个 能杀掉你的机会 哪怕就是 哪怕就是不杀他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给他机会起来 他们之后就会很难受 那这个 之后的话 敌方德莱文又要被我们家下路杀掉 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性难停是不是就很好解决了 然后下一个 第三个 学会野区互换 尽量吃空他的野区资源与几方稳定资源 不可轻易去另外一半野区 然后第四个 第三个我们之前有说过 第四个 如果帮一条路 那就只要有机会就继续抓 彻底帮这条路打通关 不要说你觉得去这两次就可以了 就不用去了 你帮这条路打出优势 你继续帮他的话 敌方就是被抓到停散的情况下 他更容易被抓死 而且他还不一定有什么技能 这样的话 就也就是说帮优不帮烈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然后第五个 前期被抓 前期被反状态较差时 绕开敌方打野 前往另外一半野区 回复状态 找机会抓人 我们把这三个 最后三个看完 就比如说这里吧 我们是 篮开的 这里的话 因为打一击团 我们的红没有了 我们的红被敌方刷了 敌方红刷完 已经在抓我们家下落 这种情况下 我们 把篮刷了之后 带敌方嘴里过来了 那么我们这里是二级 他是一级 我们没有怕他的道理 对吧 然后直接给自己打不了 直接把他 队友 队友把这头收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再来拿红 有W之后刷野 是很轻松的 刷完之后呢 敌方那个打野 其实当时还在下落面了 那么我们就 不要轻易的去其他地方 先把他的资源给反光 这的话往外拉一下 打F6的话 不一定非要 就只给他留一个 你可以给他留两个三个 都可以 看当时你要做什么事情吧 然后之后我们有惩戒了 对吧 我们再把他的石头给反光 等到时候敌方的打野 潘森上来之后 他的上野区啥都没有 就有两三只小鸟 和一个小石头 然后之后上路有机会 可以抓一下 但是我们状态太差了 那么我们看到潘森 继续去下 他其实他也贯彻了 这个道理 他就是反野 就是互换野区的话 就彻底把这个资源给换光 他如果当时上来的话 他其实吃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他如果拿这个河线 那我们就得撤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人家直接过来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状态 之前跟作一打的血量太多了 然后再回来 把自己的野区资源 再吃光 吃光之后呢 下路打起来了 潘森没什么状态 那我们可以赶过来试一下 可是肯定是晚了 肯定是晚了 所以的话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去 我们自己的野区已经被他吃了 但是可能还会有个石头 但是这种情况下潘森死了 那么我们肯定要先去 把他的三郎给刷了 三郎看一下有没有蛤蟆 蛤蟆也有 那我们再把蛤蟆吃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刷了 刷了一个半的野区 对吧 他只刷了半个野区 然后下一个 这个就是蹲人的话 我们这边把敌方下路抓死 抓死之后帮线推过去 线推过去之后 看见敌方打野在上路 那么我们把它野区刷完 然后算一下敌方的复活时间 敌方差不多就刚好复活 那么我们把这个蛤蟆刷完之后 队友这里在这里压线 并且队友状态就好 两个人都是买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蹲一下 等对手他上线之后 然后给队友再杀他一次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 把这条路给抓炸 这里的话卡沙又上来 先一 然后Q 然后把这些人给继续抓 然后帮队友通关 然后最后一个 前期劣势处理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 其实被反的挺惨的 被反的挺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像我们这个血量 没法Q过去 Q过去必死 但是呢 敌方这个利桑卓在推线 他用所有的技能推完线之后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机会 他这里被我们Q到了 那我们把他人头给收下来 这里专门绕了一下 收完之后 敌方南枪状态很好 我们状态很差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另外一半野区 刷河蟹或者刷野怪 刷就是掉血不多的野怪 然后把自己的血量回上来 不是说你残血没血了 你就啥都不敢干 你就 就非要回家 没有吧 然后我们这里血量回上来之后 可以继续反野或者抓人 现场没有机会 那我们就去反敌方的野怪 野怪反完之后 看一下哪里有没有机会 这里中了有机会 那我们就继续抓一波 然后继续吃自己的其他野怪 像当时的话肯定不能吃F6核 当时血量很残的话 肯定不能吃F6核石头 因为会被野怪打死 所以当时应该先去刷河蟹 或者是敌方的蛤蟆 或者是三郎 蛤蟆和三郎掉的血量少一点 然后 就可以回家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盲森的第三节课 然后我们 今天就到这里 最后我们下期见 如果大家五十里 网站还是 你 可以 按